今天的主题是巴菲特最近大手买入的两只股票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在过去几年的动作 那就是没有动作 如果我们看看他的交易 可以看到他卖出的股票比买得多 不过最近巴菲特开始疯狂地买这只股票 那只股票是西方石油 对于不太了解西方石油的人 我先做一个简单介绍 这是一家能源公司在美国、中东和非洲 从事油气勘探和生产 能源行业有不同类型的业务 至于西方石油 它们的主要业务包括石油和瓦斯 化工、中油和行销 石油和瓦斯是西方石油最大的细分市场 其次是化工、中油和行销细分市场 所以西方石油的业务表现 大部分是靠石油价格 因为石油和瓦斯细分市场 占总收入的70% 除此之外 还可以看到公司的业务集中在美国 但它们也开始将业务扩展到不同的地区 以分散业务风险 前面提到西方石油的经营业绩 受到石油价格的影响 最近石油价格大幅飙升 预计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将保持高位 人们相信它们的经营业绩将保持强劲 公司在石油和瓦斯行业也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 因为它们是美国第四大石油和瓦斯公司 这为它们提供了与较小公司相比的竞争优势 至于西方石油的潜在风险 由于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比如太阳能和风能的需求不断增加 预计未来石油需求将减少 所以也可能影响西方石油未来的盈利能力 由于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石油和瓦斯行业 石油的需求和价格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比如当石油价格和需求较低时 公司的经营业绩较弱 反之亦然 西方石油的总收入在过去几年一直停滞不前 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国际油价较低 石油价格曾在2014年达到峰值 并在2021年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位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 公司遭受了巨大的净亏损 但随着油价大幅飙升 现实保持在较高水平 公司开始再次盈利 如果未来油价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平 相信西方石油在未来几个季度的财务状况 将更加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 公司即使是在大流行期间 多年来一直拥有自由现金流 这表明他们有健康的现金流水平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巴菲特只会买便宜的股票 这可能也是我们买入的一个机会 但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看看 多亏了美国证监的要求 巴菲特在3月份披露 他已经买了价值45亿美元的西方石油 然后在他披露后的一个星期 又买了15亿美元 之后的一星期 又买了价值10亿美元股票 总的来说 这是一笔70亿美元的交易 成为他现实在投资组合中的第九大头寸 他现在拥有西方石油超过13% 这与过去几年里 我们看到的巴菲特完全不同 所以问题是他为什么改变主意 为什么他要买这么多的股票 为什么押注在这家石油公司呢 不幸的是 巴菲特没有公开解释他买的原因 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没有必要这么做 但据报道 巴菲特告诉CNBC 跟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公开讨论 他说我们在2月28日 星期一开始买 买了所有能买的 他说他在前一个周末 读了一份西方石油报告 在2月25日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他说读了所有东西 首席执行官 以正确的方式管理公司 这是他买西方石油的 第一个原因的重要线索 收益报告中有一些他非常喜欢的东西 是他买了公司的许多股票 顺带一提 我自己没有买西方石油 但我买了另一家叫 Hassmeet's Dream的石油公司 很多石油公司的确从低位反弹 其实不止这两家 不过 我打算把它卖掉 因为这三家能源公司 我觉得从基本面角度增长潜力更好 但暂时找不到好的位置进场 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 现实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 可能有五个关键原因 尤其是对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 首先是财务业绩的提升 2021年对公司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年份 盈利从-1.4亿美元上升到正15亿美元 收入从53亿美元上升到79亿美元 第二个原因是 资产负债表有了很大改善 他们减少了67亿美元的债务 增加了普通股权益 第三个原因是 他们将股息从0.01增加到了0.13 在报告中他们表示 目标是获得与标普500指数相同的股息收益率 第四个原因是 经营业绩有所改善 他们2022年的平均日产量110万桶 比最初的高出2.7万桶 最后是他们是为数不多的石油和瓦斯公司宣布 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之一 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似乎有着与巴菲特类似的价值观 比如减少债务 长期战略 关注股东权益 这或许就是巴菲特大局买西方石油的原因 对于任何在2022年之前入股的人来说 西方石油的股价大约30美元 自2月25日 他们的盈利电话会议以来 公司的股价飙升 截至4月股价已超过58美元 但巴菲特并没有提前买 他只是在2月25日阅读了收益报告后 才开始大局买进 所以他只以大约50多美元的价格进场 这意味著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 仍然可以以跟巴菲特当时买入的股价买入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巴菲特在过去几年里 大局买进一只股票并不多 当他买入这么多西方石油时 一些人感到惊讶 除了西方石油 另一只他买的公司是一家保险公司 伯克希尔斥资116亿美元 买保险公司阿勒格尼 这是伯克希尔历史上五大收购之一 平均股价大约每股840美元 很明显自从巴菲特买入以来 市场开始对他买入的股价 对股票进行更高的定价 这是巴菲特买的典型股票 首先是因为阿勒格尼在2022年的收入超过120亿美元 净利润超过11亿美元 市盈率11远低于大盘的市盈率 所以很便宜 这是巴菲特喜欢的第一件事 其次这是巴菲特非常了解的保险公司 早在1967年 他就开始买保险公司的股份 还有就是巴菲特喜欢阿勒格尼的首席执行官布兰登 他曾在2001年至2008年间 经营伯克希尔的在保险业务 巴菲特说 他们都有长期经营企业的理念 最后的原因是 这也有助于巴菲特动用他身上的 1460亿现金中的一部分 他已经等了这么久才买 是因为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让他大手买入的公司 你会不会跟巴菲特买入西方石油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发表你的想法 而我自己暂时不会